剛剛我們也表達了全國模範警察 稍後我們還會頒發資深及機優人員的警察獎章 這些同仁是警戒的凱莫 也是臺灣的英雄 我要恭喜你們 不僅是個別同仁表現優異 在治安工作上 警方也有整體的成果 像是今年上半年 第三波安居棄毒專案 就期貨毒品被嫌犯超過一千兩百人 阻決了毒品禍害國人 在防治詐欠方面 我們和泰國 越南 印尼和菲律賓的警方聯手 破過大型跨境電信詐欺集團 在國內也讓ATM詐欠車手提款次數 不到三年就減少了三萬多次 幫國人守住的總地十億元的財產 正是因為警察同仁的努力 在庫里市全球前十五大最安全的居住地的調查時間 以及國外機構針對全球和平指數的研究報告中 臺灣的治安評比經常是明月世界前茅 那麼警察為聰明帶來貢獻 政府自然應該要全力支持警察 照顧警察 去年警察間我交代了內政部跟警政署要落實三項福利 很高興現在都有了距離的進展 第一 我們更新了警察同仁的裝備 新的制服不僅是新的形象 也讓第一線的同仁執行的時候更方便更利落 另外 像防彈盾牌 防彈衣 警車等裝備 也都陸續在採換 第二 我們持續提升遠景的待遇和福利 去年 我們調高了僅正三階的同仁 還有僅正四階以下的基層 遠景的最高年功後 今年初 國道警察的危險加急也提高了 另外 我們開始被動僅僑商和社會住宅 要讓辛苦打拚的同仁沒有後顧失用 能夠幸福成家 第三 我們加強了遠景的健康照顧 從今年起 再持及退休的警察的就醫福利 已經比照國軍 到國防部或會所屬的醫院 探訓免收關號費及部分負擔 到一般醫院門診和住院的部分負擔 政府也會全額來控訴 警察 聽治安 政府 顧警察 大家一起繼續來聽 繼續衝守護臺灣社會的安定 做人民最好的醫法 警察加油 謝謝大家